大地冒着热气 火焰 和毒液 土壤如火星般干燥 且含有毒性 然而累经突变后 动物逐渐在此地活跃起来 传奇的怪物 龙 恐龙 和恶魔伺机出没 奇异的有带类哺乳动物家族 是这块古陆地上 每个窃息地的主要居民 它们来自何方 由何种力量塑造而成 在这不断逃遍的土地上 它们又是如何生存下来呢 澳大利亚古路 宛如遭受孤立的漂浮实验室般 居住其中的生物已受困千百万年 它们繁殖 无变 极端恶劣的环境 改变并考验着每只基因突变的动物 拥有优势的变种才能生存 并世代繁殖 如今 这块大陆上到处可见地球上 独一无二的奇异生物 沙漠覆盖了澳大利亚大半的土地 在剩下时 沙漠是地球上最热的其中一个地方 气温超过摄氏46度 爬虫类在这里大量出没 全身长满次的魔鬼蜥蜴 仅需最少的水分便能生存 另有无情的瑞石和石斧动物 演半巨蜥 而哪种哺乳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呢 红袋鼠 宫袋鼠的茅色是沙漠色 身高1.8公尺 体重可达90公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